黄泉富贵 木夷一天下 也不过是他人的棋子 我藏着退让 却害得家破人亡 十年相伴 最终才发现 他竟是透过我看别人 透了荒唐的一生 黄粮一梦 不 是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颠倒乾坤 未来权倾朝野的 司令间掌印玄约 这一世 本宫定要让你与我 站在一边 原来曾经求而不得的东西 也可以泣入碧里 掌印大人胜得皇上宠爱 自然知道皇上的喜好 本宫自当请教 娘娘欲举了 大人何必装模作样 我知道 你想要的是什么 与本宫联手 全朝后宫 真首遮片 下掌印旨日可待 那娘娘要的是什么 你曾信心是我的心 本宫只要你永远在顶封身 这是场改变的好轮 卤赢了 我们就携手登台 顶封相见 若说了 也不会 本座即决定与娘娘共进退 就断无失散的客户 会受害了面容 寻不见千世纷纷于心闲闲 神积参 能能已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还有什么可忧愁呢 缺我的干事 你又不能和好 怕好像知道我所有的秘密 这样对我了如执掌的人 是该杀 还是 这皇城里暗流涌动 下掌印既日出门 务必小心 女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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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 阿玄 你的父亲 是个大英雄 大将军 他不是抛弃我 他只是去做他应该做的事 他紧静 找到你的父亲 娘 郑国将军神谷 思通敌国犯上作乱 亨被查实 朕甚恼怒 特赐满门抄战 诛灭九族 不得有 娘娘今夜该在寝宫 该在御花园 该在御书房 却唯独 不该在我这儿 本宫只是从心 娘娘想要的 是一把在前朝后宫为你所用的剑 掌印若愿做本宫的剑 本宫和本宫身后的顾家 自然也会做掌印的盾 顾家 是指娘娘的堂兄顾将军 娘娘真是下得一手好奇 沈大将军的一父子 又是怎么进了宫 那个人说我很有眼缘 让我去找他 留在他身边 却没想到 是以这种方式 是 娘娘不必可怜我 不是可怜 是疼心 重要的东西 就不要轻易送人 他应该在 最配他的人手上 为什么你的眼中 总有我看不懂的暗伤 你跑什么 打扰娘娘与顾将军叙酒 攻击娘娘母家 以大权在握 我们并无私情 只是 娘娘的私事 不必与奴才多说 奴才不过是娘娘的一把剑而已 是奴才小动了 我 此时候不可不愿再把心交给谁 但有时候这里 是管不住的 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 今后无论结果 我都不会后悔 我都不会后悔 他一说 包上撑不了几天了 这天下来是红红 去是空空 回首该了面容 寻不尽前世 纷纷运 纷纷运 这天下来是红红 缓后真是好计谋 在朕的前朝后宫 凡人奉 只能连至身边的玄约也不放过 事我不想懂 悄悄告诉陛下 您透过臣妾感怀的故事 曾为您带下一个子嗣 皇上 我的身父 叫神谷 不可能 神谷九族都已被臣 我是他在渔村可一名渔女所生 你 莫非你是 神谷 你是真的 真的 真的 哼 神谷 有 神谷 有